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美杨子 现在回去了路上看这个路的两边好多卖甘蔗的 我们找个地方买点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甜不甜 是的 哇 这个好粗啊 你看 这好粗 这一根这么粗 一根只要十块钱 好甜啊 他说一亩地能产六七千金 但是他自己没有撑过具体的产多少他也不知道 但是真的好甜啊 因为刚从地里面收的甘蔗还有这个时间段其实没有那么甜的 但他的甘蔗真的好甜 他那个甘蔗地就在他后面 就在这个房子后面 这个是临时搭的一个帐篷 搭在路边上的 他从地里面收了甘蔗之后就直接在这个路边上可以卖了 过路的这些外地的人或者是游客 他们在这停车就可以买这甘蔗 这一条路上沿路很多卖甘蔗了 这时候是弄的甘蔗是弄的 新甘蔗弄的甘蔗 蛙子都可以卖了 嗯 甘蔗有点得细着 嗯 不能粘住啊 那这个就是要熏表面啊 我这个就不用点了 就是一往后面撑了就免得起那么多大哦 对吧 嗯 他说没得了高级粉粮 一般的一般的我们就要吃虾啊 下午的啊 你今天好不好睡了 你今天就要吃虾 这什么抓就吃虾啊 没着西瓜啊 嗯 够着点干长啊 嗯 你怎么看就不洗的 就不下就不够了 行吧 大发二十斤就不够了 嗯 西瓜啊 对 你可以吃 因为今年雨水太多了 西瓜都拿完的 我猜也是样的 我们的猜也拿完的 嗯 你看猜猜头子 头子也不甜 来不去价钱 行 你脖子拱不说 你带不干钱呢 那今天雨水弄多 为什么干渣弄甜 要硬点啊 这个三个又下转了 二二二级的 三个 没得出去就知道了 这个种 往家做出不得种 煮得东西 没得人 老板说这个种 我们本地没有 这是广西的品种 广西的种种出来的甘蔗甜 我就说你这个甘蔗 为什么这么甜 因为本地的甘蔗 没有这么甜的 也没有这么粗 它这个甘蔗又粗又甜 而且水分也很多 像广西啊 种甘蔗是很有名的 他们那边的甘蔗 还有那个糖 都是产子那边 因为他们的甘蔗很甜 品种好 这个甘蔗还有一点 麻烦 才大豆酥 甘蔗好粗啊 这个甘蔗怎么样 甘蔗 这把这些给你开会的 这官品没的 你不甘蔗 光洗的种 是个浓腿种的 七十九岁的 他最浓腿的种甘蔗 那年轻的老板 不甘蔗甜 你看他给他们种菜的 金光豆七二十八十岁 没菜的 然后后子里面 那又 这不是后子里面 很傻 就是甘蔗的 我在那 咋子里面 他这又不是不甘蔗吗 这是空口鞋 这又没种 高兴 高兴 对 对 对 看起来很难 别人后来 好奇 不当时我换回去 为什么好奇 他全部用有机会 他不是在花费 你去吃饭呗 老板你该剪头发了 你电话电键去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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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让我带你剪头发去 我关键的 我老板的头发 他是自己有讲究的 他是个讲究人 他的头发都不让别人摸的 他都是自己用那个 推头发的那个机器 自己推的 以前我们这有一个哑巴 他是做理发的 每次我爸爸都是在他那理发 那个男的哑巴 年纪太大了 现在不做这个生意了 然后我爸爸就没有人给他理发了 他就自己理发 你上次到南京去哪 没有 他的臭八点嘛 你叫 宝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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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叫 你要自己叫发心才是宝炸 他叫人家宝炸 自己是个宝炸 自己是个宝炸头 宝炸头 那些人家宝炸头 从南京都 他有学位 他有 他有 吃臭血 你想我这冬天啊 你说土豪 现在是爆炸 要臭血啊 这都会 你让他过去 那些人家宝炸头 像南京都啊 他要是臭血啊 这个人的话 你家宝炸的胖 还有福气 你家宝炸 你家宝炸我气啊 南代海天光丞日 是啥 我老爸说 他说人家有钱人 城里面的人 有学问的 有钱的 头发不打理的 人家就说 他这个是造型 很帅 然后说农村人 如果是不打理头发的话 就说他像乞丐一样 不爱收拾自己 然后又说 城里面人 长得胖胖的 说他是有福相 有观相 农村里面人 如果是长得很胖的话 就说他一天好事难做 只吃不做饭 长得一身标 他就能讲 有一天的 你父亲 你又长了 你又父亲 现在是吃甘蔗的季节 你们吃甘蔗了吗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香美杨子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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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